大家好 这里是马拉编辑 由于少子化导致不少的台湾高校面临招生困难 一些台湾高校近年来频频讨论合并事项 但过程并不顺利 台湾中山大学和高雄大学最近再次掀起并校话题 中山大学学生会二月底曾在网上和校园内进行意见搜集 有学生表示看不上高雄大学的排名 且科系重叠太多 另一方面高雄大学的学生也不愿两校名称进行合并 这不是最近岛内综合性高校传出的唯一合并学校的消息 据台教育部6日发布的消息 台湾科技大学与私立华夏科技大学成立合并推动小组 如果两校合并将是岛内公私并校的首例 少此化导致岛内高校供需失衡 台湾私校工会发布新闻稿表示 私立高校现阶段只能和其他学校合并 或改办高中以下学校或其他公益事宜 她的宫权段只能和其他学校的过程 益事宜 优优独播剧场